本片会介绍如何设定新推出的Garmin Decent X50i 潜水电脑 首先,打开包装盒,取出装置与充电线 接着,拿出快速入门指南及表带工具 Garmin建议在潜水前,先将潜水电脑充电至少2.5小时 接着,将表带调整到合适的松紧度 首先,解开尼龙表带,将潜水电脑放在手腕上 再扣环侧调整表带,使它稳固地贴合您的手腕 如要开启Decent X50i,查按潜水电脑左下角的BadPower键 现在,使用中间的两个按键来浏览语言选项 按Enter Torch键来选择语言 接着,我们要来配对智慧型手机 Garmin X50i 潜水电脑 使用手机的相机扫描QR Code 如果您已经安装Garmin Dive App 扫描后,会直接跳转到装置搜寻画面 如果是首次使用 扫描后,会跳转到安装Garmin Dive App的画面 下载完成后,打开Garmin Dive App 如果您已经有Garmin账号 Garmin Dive App会自动辨识 选择继续 否则,请选择登入或建立新账号 同意使用者授权合约 然后选择下一步 选择连接Garmin装置来将App与装置连接 允许Garmin Dive App使用您的手机相机 然后,再次扫描Descent X50i 上的QR Code App辨识到您的潜水电脑后,选择进行连线 允许Garmin Dive App搜寻附近装置 接着,允许Garmin Dive App与Descent X50i 同步资料 潜水电脑会自动匹配Garmin Dive App上的验证码 您可以允许Descent X50i 存取您的手机联络人和通话记录 然后点选配对 接着,按照画面上的指示设定您的偏好设定 完成App设定后,选择完成 最后,阅读潜水条款与条件 选择打勾符号来同意 现在显示的是主画面 您可以在这里快速查看资讯 像是已完成的潜水日志和目前选定的潜水模式 预设会是单一气体 您还会看到潜水模式 潜水设定和计划潜水等选项 Descent X50i 配备触控萤幕 可用来选择和浏览选单 如要更改潜水配置 选择潜水模式或潜水设定 请注意,更改潜水模式后 务必到潜水设定中更新气体 水域类型 水费潜水警示等潜水设定 您也可以在潜水设定中新增感测器 例如Decent T2 发射器 按白键或由左向右滑动 以返回上一页 在主画面时 您可以向上滑动以使用应用程式 像是设定、地图、电子罗盘和手电筒 选择开始潜水来开始潜水 潜水前的检查画面 会列出您的潜水设定 如有需要 可以在确认设定前 先向下卷动并进行调整 现在,选择确认 在潜水过程中 您可以按Apand 键来浏览资料画面 长按Renter T2 键来开启或关闭手电筒 按Renter键来 进入潜水设定 潜水会在您到达1.2公尺或4英尺水深时自动开始 GPS 会自动关闭 并在您浮出水面时重新开启 浮出水面后 Design X50i 会在左上角显示自动结束潜水时间 如果安全且情况允许 您可以开始第二次潜水 倒数计时完毕后 潜水会结束 您也可以在设定选单中结束潜水 潜水结束后 连按Back 键直到返回主画面 您可以在这里使用潜水日志 计划潜水等功能 长按Back Power 键 并选择电源图示来将 Design X50i 关机 以上是本次教学 您的 Garmin Design X50i 潜水电脑已经设定好了 如要进一步了解此装置 请观看我们的其他影片 或前往support.garmin.com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